几年后流行的小卧室 常规卧室长3.4米 宽2.5米 放下衣柜 再放下床和床头柜 衣柜门也打不开 进进出出捏手捏脚 也没有活动空间 真的很拥挤 学习用的书桌也无处安放 除掉床头柜 床靠边 风吹日晒睡不好 不如这样改 合理利用空间尺寸 一 找二舅妈借几百块红砖 气挡边 不要的建筑垃圾做回填 水泥沙浆罩瓶 耐用一百年 铺上木地板 就是地台 下面留个灯 颜值高 靠墙做书桌 考不上清华北大 我扶墙 上面做吊柜 世界名著随便放 上只天文下只地理全靠它 关上门档灰尘 记得插座装在台面上面 才方便使用 旁边网上买个舒服的吊椅 女儿可以在这里 一边看书一边欣赏外面的好风景 搭配小小孩 两五女还能聊聊未来 上面吊个平定 划分区域 提前安装风管机 记得风口家常彩眉官 石膏版造型 颜值高 二 往上买个床架 铺上透气排骨架 透气不反潮 放上松软床垫就是床 靠墙贴软包 睡觉才舒服安稳 上面再一圈木条收口 更美观 上面走一圈灯带 颜值高 上面做吊柜 文学名著随便放 养成睡前阅读好习惯 床下放三个带滚盒的收纳盒 女儿再多的过季衣服都放得下 推进去也不占地方 床头挂点孩子成长照片 留住美好童年 门椅三摆 再找二舅妈借个挖掘机 把非常重的墙子敲掉 扩大卧室空间 背面用双层大新板 中间填充隔音棉 隔音效果一点也不输隔墙 靠墙座衣柜 上面放过计备露 下面挂女儿漂亮的衣服和裤子 穿到28岁的衣服全都挂得下 关上玻璃推拉门使用颜值高 这样的小卧室 大人孩子都喜欢 有娱乐区 学习区 休息区 充分合理利用空间 颜值也高